不棒不要看 今天帶大家來看兩個好棒棒的投手 一個是戰軍防禦綠王的中性兄弟米蘭達 另一個是本季對兄弟兩勝零敗的瑣莎 到底這場精彩的金控大戰誰會勝出 我們繼續看下去就知道啦 剛剛有每季守備的李宗賢這個半局 率先對上了打擊區 再說到阿喜是一個雙殺打 這球打得很精彩 在中間方向安打出現 李宗賢果然好的手臂帶動他有好的打擊 這個時候在四局下半 一樣為波波漢將創造了一個很好的攻勢 果然出局一流跑者 高國輝在手打起吃游擊方向的滾地球出局 打氣架一下 中間方向還打到了投手 一個強擊安打出現 現在球一路滾到了外野去 所以這個打點要進來沒有問題 高國輝超出了強擊安打帶一分的打電 幫助這樣比賽 外野將是取得了1比0的領先 沒辦法 一開始來講的話 畢竟因為東華就站得比較靠二壘 因為高國輝的攻擊習慣 所以這一球被投手一擋之後 最後彈的位置就彈得比較遠 也藉由這個反彈球 也提供了二壘壘巴上的跑者回來 管理同學的機會 這球出手 也是擠壓到了 再來看落點 最後落在了二壘手跟 右外手的中間 行前一直得住安打 安打就是安打 約東華敲出了一洞 站上了一壘 輪到是第三度來站上打擊區的二世王威晨 這球打得不錯在左半邊 既然落地優勢一戰打出現 現在臉上的跑者繞過了三壘 已經要回到了粉壘 共下了追平分 王威晨在這個時候 敲出試水的一擊 帶有一分的打點 雙方占成了一比一平手 但我們前一組唯一有敲出 打點的漢將打者高國輝 這一球打氣出去 在中外野方向落點也不錯 今天高國輝一個人包辦了兩隻安打 出現 這球打得不錯在左外野方向的分球 沒有接到落地 滾到了圈塔 牆邊現在臉上的跑者 高國輝已經繞過了三壘之後 要搶攻粉壘沒有問題 泛國城一棒擊成 這個時候敲出了試水籃打二籃打 帶有一分的打點 幫助漢將再把領先要了回來 來到了2比1 打背夠深遠喔 今天真的兩隊的野手不斷地用 守備來幫投手一些忙 這球打氣出去 在左外野方向的飛球 還在往後退 還在往後退來到了警戒區 跳起來 兩分炮 林宥穎這個時候冷不防 來了一個兩分炮 本季的守紅出爐 哇 霍霍漢將也把團隊連續全力打場 所以已經到了連續15場 這個時候相當的重要 相當的關鍵 4比1 林宥穎說你們的看電視看了這麼久 不防我們一棒炸裂啊 都不用看的 哇 林宥穎在前面兩次的攻擊 都是遭到米蘭達的三陣喔 第三個打擊 從蔡提德的手中敲出了本界的守紅 三分差交給了陳宏文來關門 也收下了救援全攻 蘇維達這球打不錯 在中左外野方向一路 現在才接到球 要不要來平二壘 二壘這邊的攻防站 來不及 蘇維達又是一個二兩打 三壘有跑者一出局 哇 這一球回放入空 但球落到後面去 所以現在在傳向一壘 出局數有出現在一壘這邊 但三壘上的跑者有回來 這個要先挑戰一下 很快就有結果了 來看一下一壘這邊 到底是不是安全上壘呢 維持原判OUT 兩出局 雷包清空 這場比賽如果漢將獲勝的話 蘇維達就能夠拿到 本界的第三勝 這球打進了場內二壘方向 二壘手接球之後 穩穩地傳向一壘 比賽結束 中場波漢將就是以4比2 兩分之差 在這場驚空大戰當中 下到最後 蘇維達拿到了本界的第三勝 那維倫達是吞下了本界的第三敗 勝利打點是范國城 所殺的話 本界出賽了六場都是先發出散 拿下了兩勝兩敗的成績 兩勝都來自於中心兄弟 兩號一環 外角的速扯讓打者變成人體電風扇 遭到了三陣 這球最後還是讓打者 圍撞落空遭到了三陣 結束了中心兄弟在三局上攻擊 這球打擊出去考驗有幾手 很深的位置 趕快傳上一籃 Nice play 李宗賢 相當精彩的美肌手臂 刺殺的腳程也很快的江坤 精彩 這球接到就沒問題 就要看他傳球的力道跟準度 回放入空 這一次的對局 151公里的速球 黃偉晨七次的到了前攻 是踩在第三名這球打擊出去 在中間方向 有幾手接球自裁也包在傳向 一雷 double play 雙殺手臂 這球打擊出去 在中外野方向的飛球 不知都到了身後尾的接殺 美肌手臂 哇 真的是今天兩隊 互尬美肌手臂 讓這樣比賽到目前為止 還是1比1平手的局面 兩好球 沒有壞球結果 初棒過半 遭到了三陣 陳文傑帶打 還是遭到了三陣 結束了 終於球比賽 八球上的攻勢 留下兩個高慘了耶 是 我認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